高雅水柱从两侧包夹喷射 甚至近距离刻意撞击菲律宾船只 中非南海冲突加剧 本月初甚至出现菲律宾军人枪指中国海警 而今南海再度冲突升温 菲律宾媒体近期表示 国内一艘运捕船在南海仍爱暗杀附近 执行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时 遭到中国海警刻意撞击 导致7名士兵受伤 其中还有一人断指身受重伤 行为嚣张跋扈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放的船只 采取了必要的管制措施 现场的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 中方态度泰然 威胁菲律宾船只手段熟练 不负责任的行为引发美国反弹 华府两岸专家葛来仪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关切 五角大厦同样谴责中国刻意制造争端 可能导致误判局势引爆更大冲突 事实上中飞船只爆发冲突前 美军正好派出四架F35B战机 与飞国军方在南海上空展开联合军演 日本也预计在七月八号和飞国签署双边协议 加深与菲律宾的军事往来 中国南海军阔日益嚣张刻意滋事恫吓菲律宾 却适得其反让印太抗中情绪更加高涨 三内新闻企图报导